我是蠻難過的啦 坦白講 那看他的 這段時間的狀態 坦白講我是 當然因為我很沉重的部分 跟過去有很多合作的經驗 那我也自認為說 我們過去是很好的佔有 但是對於他做的這個決定 我們當然無法認同 坦白講我覺得 時代力量是他親手成立的政黨 但是他今天選擇要加入民眾黨 我相信應該對當初 支持他成立時代力量的很多朋友而言 大概應該也都無法理解 為什麼他會這麼這樣子 為什麼感覺你現在情緒 真的蠻傷心的 沒有 我很持平的講 那我覺得 當然他做他的政治決定 那我不確定說 因為這個當然我們已經 很長一段時間已經各自走各自的路 那也沒有太多的這個聯絡 但是走上別的路之後 也許無法互相祝福 但是至少希望說 大家都能夠是 這個 能夠 能夠是安好的 所以看到他做這樣的決定 我當然心情是比較沉重一點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第一個是這件事情對整個台灣的發展 是不是他期待看到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在他自己的內心裡面 他自己最清楚 因為加入藍白河這件事情 他加入雖然說是宣布加入民眾黨 但是我們知道民眾黨接下來是要跟所謂的國民黨 不論是侯科配 科侯配的組合 他就是要跟國民黨組成聯合政府 如果他們的六點協議沒有被推翻的話 所有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內閣的職務分配是照政黨比例 就像阿淼所講的 實際上就是國民黨執政 那他在一個國民黨執政的藍白河的政府裡面 或是藍白河的內閣裡面 或是說立法院的藍白河的這個聯盟裡面 他要主張什麼樣的立場 這件事情是他自己個人可以決定的 還是是說他必須要跟著國民黨 跟著民眾黨一起支持 包括九二共識或是兩岸一家親 或是他過去曾經所反對的 所有一切的兩岸上面的立場 那我想回過頭來 還是我們當初參與在運動 又因為這些運動的經歷 而相聚在一起的這群人 我認為最關鍵的核心的精神 就像阿淼剛剛所說的 其實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不希望台灣被中國併吞 這是底線 這是價值 那這是當初所有運動參與者 一起走上街頭的原因 所以不管路徑是怎樣 也許有很多不同的路徑 很多不同的策略的判斷 甚至很多不同的agenda 這都沒有問題 每個人心中總是還會有其他不同的想法 或是說不同的priority 但是最上位最核心的精神 其實就是守住台灣 但我還是要強調 其實是守住台灣 未來他要在這個 我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是那你接下來在侯科佩 的舞台上面 總統大選的舞台上面 你是作為民眾黨的部分去立委 那當侯科佩主張 這個所謂的九二共識 主張恢復跟中國的對話 當他們繼續主張要倡議 服貿協議 那我不知道在那樣情境底下 他可以有什麼樣的選擇 所以這是我當然會比較沉重的地方 那回過頭來講 這是過去這十幾年來 當然我覺得 我所看到的國昌 他當然有很他 他很認真的一面 那也有他非常非常認真的一面 這個最無庸置疑 是 那但確實是 每一個階段 他的合作的對象 我們大概也都很清楚 在每一段時間 他有一些不同的 取捨跟考量 那當然我們也許無法贊成 但是我只能說 我希望他 就還是祝福